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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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好 好 好 强盗玉盗贼打劫了 好手段 好手段 大人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大人 再也不敢了 免了 看你们汗流浃背的 一定是 抄家抄热了吧 把衣服脱了 凉快 大人脱了 赶快脱了 是 好了 都站到大门外去 给其他人做个榜样 好了 我說 好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曹府一比 黎府一比 罗府一比 这样算下来 这个西北军响也就有个着落了 年庚瑶要是再打不赢这一仗 朕都无法向列祖列宗和天下臣民交代 我看时间也不早了 你们都回去歇了吧 皇上 这 皇上 再回宫 这 田一亮马上派人快马发往各地 这 全青海都被我围住了 这个萝卜藏丹增到底哪去了 他的主力到底在哪儿呢 既然大将军已经部署了关门打狗之事 我看这门都关起来了 还愁找不到狗 是 我们已经把口袋一点一点的砸紧了 还怕找不到罗布藏丹增 一点一点的收 你们知道 整个大军一天要花多少银子 二十多万 再怎么拖下去 就连皇上也坐不稳了 一星哥 末将在 派去的探子都回来了吗 回大将军 都回来了 仍然没有叛军的下落 斩 都给我斩了 再派一些有家事的人去 如果探不到叛军的下落 我杀他们全家 是 等他 在 你再下几道咨文 先令各省 把下个月的军粮 我做运来 如果哪一个省误了日期 我就严参哪一个省的军服 运往西北的军粮还差多少 你说 你是翻台 还差一万五千大 怎么会差这么多 回大人 今年一场大水淹了十几个州线 又要震气灾民 又要酬粮运往西北 本就捉襟见肘 这不 要粮的日期又提前了 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 那就把这五千代仙送去啊 启禀大人 没人敢去 大人也不是不知道 上一次朱大人押运粮草去 路上遇到山洪爆发 也就迟了一天 就被年庚瑶那个魔头给杀了 这一次差一万五千弹军粮 那谁还敢去啊 那也得送 总不成叫我这个巡抚亲自去送吧 吴大人 您是在幕府怎么跑到前堂来的 前堂有人 怎么会鸭雀无声啊 吴先生 八千两银子一年的木筹 你不干事也就算了 你不要再给我添乱子了 东某 吴某今天就是冲着这八千两银子的木筹来的 我在后堂已经听到 军粮数目不够 没有人敢去押运 吴某替你走一趟如何 您愿意去押送粮草 总得有人去嘛 您不怕死 放心 年庚瑶还杀不了我 诸位大人请放心 过去 吴某和年大将军还有些交情 只要是我去交运粮草 他不但不会为难我 而且连剩下来的一万五千弹 也会给我免了 真的 东翁 你当吴某活得不耐烦了 好 那就拜托吴先生 辛苦一趟 当然 当然 不过呀 今年上半年 你还欠着我两千两个木筹了呀 回来的时候还望复清啊 斩 凡是探不到叛军下落的 统统全家问斩 我说过的话为什么还来问我 这是 令大将军 甘肃寻抚 范时杰求见 什么事啊 他说是军务 就叫他进来吧 参见大将军 什么事 说吧 现在我们甘息驻军 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 说句寒碜的话 就是夜里出去撒尿 回来就找不着睡觉的地方了 特请示大将军 帐篷什么时候能够发到我军 就为这点小事 你就巴巴的跑来了 这趟的事 我想不是小事吧 我知道了 你连夜赶回去吧 知道了不等于解决 我回去士兵们还是睡不下 这不伤了大将军 爱民如子之心吗 我已将我们甘肃的南处 禀告了岳中齐将军 请他驻守松攀 这样我和他都能良缅其苦 谁叫你禀告岳中齐改变一方的 是您 是您 上次甘东逝施 您登坛岳兵 岳中齐是您的副帅 您告诫驻将 有事要随时禀报您或者岳将军 在座的诸公都听见了 我知道 你这个甘肃巡抚不想当了 来啊 来啊 去掉他的顶带华领 撤 来 不须劳驾 我这个巡抚正不想当呢 也好 老母年高 正等着我回家伺候 大将军 这个就烦您转交给皇上了 什么事啊 禀大将军 河南的军粮运到了 不过还差一万五千弹 看来这各省的巡抚都通过打极擂台来了 差这么多军粮也敢送来 那个押粮官是什么人呢 回答将军 押粮的没有顶带 不像是个官 把他带进来 一万五千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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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走 是吴先生 吴先生 亮哥 这一项别来无恙 我没想到 真没想到 来 在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 赶快给吴先生备酒结封 喳 走 到我后面书房去 来 好了 你下去吧 这没你的事了 这 来 先生 请用茶 好好好 先生 不是在李渭那吗 为何又替田文静押送粮草 你说李渭 他不讲交情 他把我八千两银子一年 卖给了田文静 先生说笑了 您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先生 千里迢迢 不光是为了这区区五千蛋梁走 知我者 梁公爷 来 先生请 好 梁公 你应该知道 如果这一仗 你打不好 或者劳师迷重 找不到叛军决战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我知道 就连皇上的位置都坐不稳 为了你能在西北平定叛军 皇上已经把国库都掏空了 而且还得罪了普天下的官员 现在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你 只要等你一失败 外患内忧 就将一起爆发 梁公 你的干系比天还大 我知道 我知道 如果我要不知道有这么天大的干气 我也犯不着这样天天杀人 冒天下之大不为 现在我最苦恼的是 我调兵遣将整整将近一年 好不容易形成的关门打狗之时 可是罗伯藏丹增却突然消失了 每天要豪尽我二十几万两银子 再这么拖下去 大军不打就会拖垮 皇上也会拖垮 大将军 大将军 你处处算无一策 为什么就没有想到 我军需要庞大的军相开支 难道叛军就不需要军相开支 他们是本地人 是游牧齐兵 他们的开支要兵我们少度了 本地人游牧齐兵 一样的要水草粮 兵工啊你想想 你已经把青海全省围了个水界不通 而罗伯藏丹增的十几万兵马 仍然能够支撑到金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还有源源不断的粮草在供给他们 你悟就悟在当初没有切断叛军的粮缘 因此才形成了今天的对号之事 他也才得以躲起来拖死你啊 没错 我要立刻截断内地运往青海的粮道 就是饿死青海的全省人 也在所不惜 犯不着 何况现在在风 叛军的粮道 为时也晚了 因为他们叛军的储粮 至少可以维持一个冬天 而你二十几万大军 能对号一个冬天吗 当务之急啊 是必须立刻找到叛军的主力 哎呀 我要能找到叛军的主力 你还和先生在这闲聊吗 哈哈哈哈 你为什么就不问问我 叛军的主力在哪呢 您知道罗伯藏丹增的主力在哪吗 我当然知道 你来看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哪 在这儿 这周围的地方都打探过了吗 都打探过了 没有一点东西 哈哈哈哈 这就很清楚了 叛军的主力 就在这儿 不可能 他离这儿不到一百里 叛军怎么会藏到这儿呢 这儿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亮公 你再看看 能不能看到法轮丝 能不能看到法轮丝 这就叫做灯下黑 好 马上合为法轮丝 好 又是两天过去了 为什么至今没有一点消息 竟然连运粮官的消息都没有 真是可怕 进驻西北已经几个月了 除了要吃喝要饮两要共计 满朝文文武勒着口袋过了一个冬天 可他呢 连个叛军的影子也没抓着 按最后一次呈上的折子来看 这一账他是有把握的 把握 什么是把握 当年老十四同领大军进军西北 临行前 对我讲的就是不能谈把握 当年先继爷亲征种各儿 老十三 你就别跟着我们在这耗着了 让人先把你送回去歇着 哎呀 这几天熬下来 我们这些好人都受不了 别说是你了 回去回去也歇不了 这心里怎么也放不下 西北六百里加紧 西北 哪少 Josh 哪少年老十 anos 西北 西北 讲ORT 本 1942 与 PP 这都教ال 你看 十三爷 王上呢 赶出去不久 去哪了 他说想出去走走 不让我们跟着 来人呢 在 一群 到外面给我喊去 就喊西北大捷了 驾 西北大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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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大劫 皇上 西北大劫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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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宗列宗在上 西北的军事 终于大功告成了 先帝的医院 整个完成了一半 下一步 就可以腾出手来 推行新政了 来 赵年庚要进京 朕要重重的封上他 让天下人都看看 都看看 来 听到你平静西北的消息 朕不胜信息 你是朕的恩人 也是我大清的恩人 朕在北京等着你 为你庆功 做个千古君臣之遇的榜样 给天下人看看 百官跪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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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告诉你是朕 什么东西 臣轻命征习大将军年耕摇 恭请皇上圣安 起来吧 辛苦了 简直无人臣之礼 我要参考 奴才们攻克主子 册封皇贵妃 起来吧 您还不知道吧 全都是咱国舅爷 在西北打了大胜仗 为咱大清立了大功 行了 看看这箱子里还有多少银子 全拿出来赏给他们吧 是 主子全在这儿了 一共是八十两 不要嫌少 拿去给大家喝杯酒吧 王贵妃的赏奴才们心领了 奴才们这就告退 你说说没心没肺的东西 这年贵妃就剩下那么点阅历的银子 你也敢接 什么东西 我就不信她年纪那么有钱 闭上你的臭嘴 咱们这位贵妃主子 可不像其他的主子 从来也不要娘家的一门钱 知道吗 这 年大将军能够把长子年夕过去给我同家 真让龙卯深看荣幸 龙卯虽然现在已有两个儿子 但是始终不能入院 因为早有仙人指点我 说我命中该有三子 今天能得到皇上的恩赐 就如同得到上天的赏赐一样 皇上 龙卯已经把年夕改名为得住 龙得住 并且已经在宗人府造策入点了 龙卯在此 叩文谢过皇上 年大将军 以前多有得罪 看在咱们儿子的份上 就请年大将军多多见谅 哪里哪里 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 张庭裕 臣在 把一封年庚瑶的旨意念给他听听 上誉 自征兮大将军 川山总督 年庚瑶一等公爵 家太子太傅贤 受京西尼哈凡家号 赏穿四团龙服 戴三眼花铃 谢皇上龙恩 你为我大清立了大功 论理啊 就是封你个王爷也不过分 不过自古以来 一姓封王多没有好下场 朕这是爱护你 望你能体谅朕的苦心 这 罢了 你在前方受苦了 这次回京呢 又受了累 这些虚礼就免了吧 喳 皇上 这是臣宝举的立功人员名单 请皇上照准 臣宝举的立功人员名单 这么多人只怕一时难以安排 张仲涛 他们可都是立了战功的人呐 好 那就先将第一等战功的将军们保奖了 其余的让张仲涛他们妥善安排 你看如何呀 这 李德权 那我才在 把那几名将军们请进来吧 这 天气热 你们都是百丽战功的人呐 在这儿就不要举礼了 谢谢啊 凉快凉快 抬 皇上叫你们卸甲没听见吗 既然皇上让你们卸甲 你们就卸吧 住 别客气热 你们就很可怜 你不怕 我就说 你不怕 那怕 军令不不知道皇上 两宫 朕在御花园为你摆了庆宫宴 走 咱们赴宴去 明天到丰台大营捡阅你的三军 各位大人 请吧 走 把孙嘉诚抓起来 严审他 是谁指责参严庚咬的 朕说的话 你没听到吗 回皇上 孙嘉诚是御史 有上折的参科大臣的职责 这个时候谈开严庚咬 就是居心婆刺 抓起来 明天朕亲自审问他 正 给皇上请安 臣妾年事 借驾皇上 臣妾年事 借驾皇上 是 是 是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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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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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卸甲 你没听见吗 卸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